行 孙岩 不用吹嘴 刚才罗尔做了主题发言 我如果给补充一点 按理说我是主持人不应该讲话 但是想讲才一讲引起这个 画头了 最近有些谣言 网上也有些人 因为你说到这个 尤罗克的事情就开始热起来了 于是有人谣言 说尤罗克因为得对了 谁是谁 所以咱们讲 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回事 其实当时呢 有一帮红外兵 在那说的很极端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淡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子会打洞 说这一套理论呢 社会上其实很不满 为什么不满 现在也有农村那个 给人看风水也说这套东西 但是人家也不会特别翻 但是当时那个说法呢 因为触犯了很多人的切身理 相当大的一批人 他们当时就是 因为这个身份问题 所以说受压制 你比如说 罗伯特哥就是娱乐课 大学都不能上 为什么呢 你出身不好 先几日出身好的上大学 一直到我记得是到了77年 第一次考大学的时候还是这样 78年 78年时候还是这样 就是说出身不好的 你考大学就不行 就不让你去 所以这种东西呢 那是一种集体性的迫害 这迫害了很多的人 但共产党为什么要搞这东西呢 咱们得从根上讲 这马克思主义呢 你不管他说的呢 多漂亮 共产主义啊 人人怎么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都是迷惑人的 但是他设计的这个制度呢 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 你不管他顶着什么阶级的名字 他是专政 专政就是什么 就是一部分人压迫了另外一次 当然共产党自己也承认 然后我们就压迫地富法外优 这样就把一部分人画在外头了 那么他为了维持他这个统心呢 他一定要有这种压迫性的 一定要制造出这些阶级斗争来 这一点中国的共产党 可能比苏联的共产党还要过分 苏联的共产党呢 当然按照德尔拉斯讲的那个 这个共产党一当政以后 他必然是一种专制的阶级社会 什么没有阶级也不可能 他们自己成为一个阶级了 他们是纯粹的统治阶级 也不管有钱没钱 他反正所有的社会资源他都掌握了 他们是一个阶级 那他当然他要压迫别人 他得找些理由 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个老毛呢 就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阶级斗争 给抬得很高 说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我有这个理由我可以随时镇压人 像刚才罗尔他们讲到这个 不断的杀人什么 这都是一种镇压行为 实际上就是你反对了我这个统治 那么我就要镇压你 我镇压你的时候 我得有个正当理由啊 我得说服社会其他人能接受啊 找这么一种正当理由 而玉洛克写的那个东西 恰恰是出动了他们这个 最根本的这个玩意 就是说他毛泽东时代就是把人都化成 帝富反怀佑他们就是一阶级 他们那个虽然老的死了 这儿女可能还要去 家里藏着便监账什么 那个时候宣传都是这么宣传的 没经过那个时代人很多人不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宣传 制造一种议论 然后就说你看我们 这个帝富反怀佑我们得镇压 不镇压就是怎么怎么样了 另外一方面其实真正受压过的呢 还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 当然罗伯尔讲到很多实力 其实就说明这个 真正受压迫的还是普通的这个劳动者 那为了让这些劳动者心里满意 所以毛泽东比较高明啊 他比苏联还高明一点 他发明了让你们这个工人农民 你们是领导阶级把你们捧一捧 然后你们去对付那帝富反怀佑 就是人为的挑动社会上的这个斗争 其实你说所谓的帝富反怀佑 他们在这个共产党执政以后 尤其是集体化啊什么的以后 他们的身份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按理说都一样了 但是他硬给你制造出一个 给你制造一个敌人 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手法 就是一定要给你制造一些敌人 然后老百姓才很愚蠢的跟着你跑 当时毛泽东时代就是这么一个 所以虽然当时在这个娱乐客写这个出生论以前 由于这个一帮干部子被造反造得很厉害 已经开始 就你们 别以为你们比别人高级啊 中央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那我们照样再言 那时候陈伯达说的比较过分 那个不应该说什么那个老贼心雄儿好汉 你们儿子该混蛋还是混蛋 已经有这种他们说法了 但是他们说可以 他们说是为了找另外一种理由吧 但是你们说你们老百姓说 娱乐客在煽动老百姓也要说这个 我们身份不应该有差别 那就不行了 因为你破坏了共产党的根本的一种设计 它是政权的基础的一种设计 你破坏了这个 所以它一定要被你抓起来 最终还是被你抢毙的 但是拖了几年是不是 七零年好像是 七零年是抢毙的 所以这个 现在大家为什么那么纪念娱乐客 你看罗伯尔也讲了 这几年越来越热了 因为呢 共产党绕了一圈 虽然现在不搞那个所谓的计划经济 不搞那个共产主义经济了 但是呢 他们现在还是要垄断经济 还是要把经济大权抓在自己手里 他们现在不但要政治权利 就是虽然现在说搞市场经济 但是呢 这些富人得是我们 不能是你们 我们这些有钱人掌握政权 这个专制政权才能维护下去 我觉得习近平是看头这一点的 不能说你自己挣钱也可以 那不行 什么法律啊 法律现在你看习近平是有法律嘛 也没有法律 说了块绕了大圈 这个还是邓港平罪 不能让你们搞法治 你们搞了法治 那我这专政怎么搞啊 因为这个专政跟那个法治是 它是互相抵触的 互相抵触的 所以呢 现在又开始 很多人越来越感到受压迫 当然现在受压迫呢 跟那个毛泽东时代略有不同了 因为现在是搞了市场经济以后 大家发现绕着这一大圈 说是让我们大家都富起来 可是真正富起来谁啊 还是你们 你们这个权贵阶层 你们富起来了 老百姓有点本事自己挣点钱 你的钱存不住 很快的人家就要给你拿下 人家讲了江山是我们的 王振说了我们死了三千万人 你们谁要想拿这政权 拿三千万人头来换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的理论 你别以为他胡说八道 就是在他们的阶层里头 这个舆论是很强的一个舆论 大家都支持的 在外边他们一般人不敢讲 不愿意讲 讲的没道理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这个阶层是这么做的 就是要维持他的专制政权 他还是要维持 这个专制政权是必然会有阶级的 而且必然会有很残酷的压迫 没有什么公平的政权 你像美国当然也有阶层和跨分 有人钱多有人钱少 本事大的多挣钱 本事小的少挣钱 当然也有各种具体的问题 但是毕竟 像西方的民主制度 你得让每一个人都过得下去 您就是亿万富翁 我去他们这些人家里吃过一些子的饭 其实跟普通老百姓似的 没有太大差别 住呢 你可能住的豪华一点什么的 你不也就住什么 对不对 这个差别还没有到就是 人们不能忍受的地步 可是在现在的中国 实际上老百姓已经赶到了 绕了一大圈 绕了三十年 你们都成亿万富翁了 而且还掌握着政治权力 我们老百姓还是越过越惨了 甚至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呢 现在很多人看不见毛泽 就是毛泽东他也有他的道理 这都是一些七层老百姓 他生活很多人呢 还确实就不如毛泽东时代 那么他们当然就反感 那么就起来反对 打谁旗号 何时你打老魏的旗号 你得进监狱 那最好是打毛泽东的旗号 他们想的 我打毛泽东的旗号 你们不也还尊着毛泽东吗 我打毛泽东旗号 你们拿我没辙 当然主要成分是这样 是具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了 那另说 这就是说 现在的社会呢 又变得非常残酷了 甚至比当年毛泽东时代 还要残酷 差距更大了 差距更大了 那么老百姓仍然是受压迫 仍然是有苦 没有地方素 那么 那么就 现在这个 大家对这个伊罗克又开始回忆起来 你看 罗克那时候就说了 大家应该是平等的 平等的你们就比我们怎么样了 你们有钱 你们家里有当官的 你们就可以胡作非为 吃喝嫖赌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老百姓就不行了 我们老百姓连日子过不下去 甚至很多城 不要说农村的吧 很多城里的老百姓 人家素普 就在电视台上公开的说 说我们一年都没尝过肉味 没钱吗 平时菜市场捡点剩菜 烂菜帮子什么 凑合过了 这点 这点钱买粮食都不够呢 所以 现在这个阶级矛盾又变得非常尖锐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阶级呢 还不是想象出来的阶级了 是真正是共产党这个 对邓马平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制造出来的 对 是真正的形成了阶级了 毛泽东的时代是有意识地化出来的 本来大家都要穷 大家都一样穷了 都一样穷了以后 但是我又需要有个阶级 不然我没得可压迫 没有可压迫的 我这个政权也就没有合理性了 但是现在是真的形成阶级了 而且真的是老百姓在受压迫 而且无可奈何 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就是反心就起来了 就罗伯尔刚才讲的 共产党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 维稳的经费越来越多 对老百姓的镇压越来越厉害 你说要搞法治 现在连律师都抓 媒体说了几句话 媒体也抓 什么什么都抓 所以现在已经镇压得非常厉害 而且镇压的这个程度啊 跟文革时期或者文革以前 已经不相上下 甚至还比那时候还要严重 所以在这种内景下 我们来重新 重新看过去的这段历史 就是文革时期 以俄客为代表的这种反抗的情绪呢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 哎呦 觉得我怎么跟俄乐客想的一样啊 对不对 人家好几十年前就说了 我们现在跟他想的一样 实际上就是有这种社会背景 所以呢 现在这个 咱们讨论这个 很有现实意义 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纪念 我讲这么多 哎 袁小梅 我刚刚听 一篇文说这个户籍制度 你把户籍制度和这个血 血统论把它